5月21日,有媒体曝光演员唐嫣,出席某时尚活动的造型,引来一众网友关注,即便白纱裙不是凶身款,但还是能够看到唐嫣身材傲人,曲线凹凸有致,她的腰部和胳膊都十分鲜瘦,少女感十足,难以想象,唐嫣已经年纪40,并且是一个孩子的母亲。 虽然照片中的唐嫣状态非常放松,但近日,她的事业遭受了一些坎坷,此前,唐嫣在社交平台官宣成为某品牌的代言人,但该品牌因有过不当行为,曾一度遭到国民抵制,但唐嫣对于这一事实视若无睹,在该品牌与前一个代言人合约到期后无缝衔接,引来不少争议,不少网友对于唐嫣的新代言,表示非常迷惑,直言建议其立即解约,也有网友忠报唐嫣珍惜语义, 不要与该品牌合作,唐嫣于今年2月生完宝宝后,重新投入工作,演员本职的她,暂时没有新剧播出,但却登上了某王牌综艺节目,希望唐嫣未来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,同时期待她早日接拍新戏。